在二楼的平台 歹徒只有一个人 他承招威胁了一名人质 歹徒携取人质藏离在二楼平台 由于没有适合的制高点观测 新北市警局紧急出动无人机 不但传回及时影像 还恳心歹徒注意力 让攻坚人员出击行动 有东侧攻坚制服歹徒拯救人质 行用无人机队 最大的是要发挥 前方位3D科技维安的力量 侦查破坏国土 以及人车交通监控的交通疏导 还有行案的真华 必要说在整个极烂救灾的资源下 警用无人机队也可以出动 新北市警局率先成立 全国第一支警用无人机专责队 打造全方位的3D维安视角 目前编制内的20名队员 都会取得G1和G3高级操作证照 依照任务性质 分组执行任务 新北市的警用无人机队 我们配备有5组的空拍机 那我们训练了20名的飞手 那都通过民航局的 高级操作证的考试 那接下来我们会统一塑理 新北市的飞行任务 加油 侯友已举例 很多的药贩和制毒工厂 会躲在山区 都可以藉由无人机搜证 补足空中视角 未来也将持续结合 5G网络和AI技术 让无人机成为治安的一大力气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英豪这样如台湾新北报导 谢谢大家